10號凌晨 黑色轎车突然加速 倒退路 撞擊路邊店家鐵捲門 來回撞三次 接著兩名黑衣男汽車逃逸 立刻被到場的警方逮捕 你們在這裡嗎 我們中央辦公室 你們在這裡嗎 站在這裡 剛才剛才在這裡 你有事實嗎 沒問題 比較重 幾個了 這幾個 原來這是一起暴力討債 逃逸的是債務人 追討倉庫業者八十萬元債務 教唆兩名黑衣男 一人酬勞五萬元找麻煩 兩年也犯下無遭駕駛等 九項交通違規 罰款三萬八千四百元 但同一地點被撞 已經不是第一次 六號凌晨就已經有 另一批一人開車撞門木棍砸店 這處店家從租車行變成倉庫 同一地點四天內被撞 兩次案情似乎不單純 我聽到 我都沒有困難 要開那麼多 就要來背我死掉 警方初步表示兩起衝突沒有關聯 但怎麼就這麼的剛剛好 都撞同個地點 目前已經鎖定逃逸兩名前犯身分 全力追跡中釐清真相 記者洪富人王書宏高雄報導